大家好 买回来鲁鱼啊 我们不要再红烧清蒸了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饭店不外常的秘方 学会的这种做法 绝对是酒店的招牌菜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就会关注 首先 我们把买回来鲁鱼啊给它清洗干净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好 我们都给它改成这一种花刀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盖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加入少许的蒜蓉 少许的洋葱 再来一点食用盐 少许的鸡精 然后我们给它揉拖一下 使其入味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腌制半个小时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我们给它腌的尽量时间长一点 味道会更好 接下来淋入这个时间 我们调个汁水 加入半斤的大蒜 加入半斤的蒜蓉 三两的白糖 三两的红糖 三两的香醋 要恒顺香醋啊 再加入三两的蜂蜜 这个汁水 我们可以一次性多调出来一点 特别是酒店里边啊 更可以大批量的调出来 再给它加入一斤三两的清水 然后再给它加入三两的泡椒 好 泡椒 我们提前给它控除水分 然后再给它加入汤汁里 家里边如果有烧满汁的话 我们加入少许的烧满汁 如果没有烧满汁啊 我们就加入少许的日式照烧汁 再给它加入少许的酱油 调色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洋葱丝备用 好 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已经腌好了 然后把上面的小料给它用手滤掉 滤掉之后 我们给它拍上淀粉 它淀粉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拍均匀 好 大家看一下 鱼拍好粉之后啊 我们把它放入六层热的油温中进行榨汁 放到鱼锅中之后啊 非要翻弄它 给它榨汁定型 好 榨汁定型之后 我们给它翻一下身 这个鱼啊 我们一定给它榨至外肃里内 榨至成熟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色色新红 非常的漂亮 好 榨至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无法判断这个鱼到底炸熟没炸熟 我们找一个猪圈或者是牙圈 再扎一下 如果猪圈扎进去 轻轻的能拔出来 这样就是炸饺已经炸熟了 接下来我们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我们期间调好的汁水 然后大火给它烧开 烧开之后 我们给它勾入薄芡 勾这么切枝的时候啊 不要勾得太厚 大家看一下 都给它勾成这种汁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淋入少许的食用油 盛出双盘 把挑好的汁水给它浇在鱼身上 好 美味既成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着就口水之流 然后再撒上迷人性感的小葱花 点缀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样这一道贴板鲁鱼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把锡纸给它封起来 那样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铁板鲁鱼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样做的鲁鱼外酥里内酸甜美味 绝对让你吃死就忘不了 家里边来的客人来的这样的铁板鲁鱼 绝对人人夸你识大厨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款铁板鲁鱼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